每一个精彩人生的背后都有一个起点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故事 它的起点就在这一台单眼相机 我们要来看看用单眼相机 它到底记录了什么样的人生 下到底下不要跑的 用走的 还有不准在那边嬉闹 有啦 好了 可以下水了 一个从小学美术 喜欢摄影的大男孩 本来想当艺术家 转身却当了老师 在学校的实地水草堂里 他的学生穿着青蛙装 拿着单眼相机 拍摄水生植物 观察生态 用快门记录自己看到的世界 他也同时用镜头捕捉了孩子们 认真专注的瞬间 这位疼爱学生的老师 还常常自掏腰包 带着孩子们去三峡老街 或是近郊山区 拍人物 风景与大自然 孩子们不但拍出了兴趣 也拍出了成果 各种摄影奖项的肯定 让孩子们找到了自信 他透过相机散发教学的热情 他透过相机 让孩子们长出了一对 自由飞翔的翅膀 他就是情愿做个杀老师的 谢姬黄 不是 这挺好 拉肚子吃西瓜 对 拉肚子 现在我们来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角 谢姬黄老师 老师好 玉柳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先从这一台单眼相机来讲好了 这一台其实看起来真的很久 而且是底片 这想起来大概就是二三十年前的 这是你第一台相机对不对 对 我第一台相机 那时候从小是想要念艺术 我从国中开始就是美术班 所以国中高中大学研究所 念的都是美术相关的科系 那摄影呢 跟摄影的结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摄影其实开始本来只是国中的时候 需要拍一些照片来画 当作我们的那个 就是我们需要练习的 这后来拍着拍就发现 反而更喜欢摄影 我们先从老师跟孩子就是互动 将他们摄影开始 其实是从学校的水草堂开始 那是一个我觉得蛮不得了的举动 因为就是你们把三辖的城府国小 他校内停车场的那一块地 然后发现了他有可能变成水草堂 就开始了从一个点 然后变成了现在他的生态环境 非常的好 那是什么样的一个起源呢 其实因为我们学校它本身在三辖 那我们孩子都是比较弱势的孩子 那我们有一群老师 期望给这些孩子一些特别的一个教学 那后来在我们发现停车场 它固定都会冒水 那冒水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思考说 奇怪为什么会冒水 后来查了一些 起老相关的资料发现 原来那以前本来就是一个沼泽地 所以我们就想说 有没有可能把它变成原来的样子 所以我们就试着去挖了一个探坑 就发现隔天水就满了 所以我们发现那里 可以变成一个很棒的水汤 因为它有泉水 会自然涌泉 所以我们就开始就试着去想 把整个停车场把它挖掉 然后另外把停车场旁边的垃圾车 整个把它请环保局把它移走 所以说那个部分对我们来讲 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尝试 那我后来发现这样的一个尝试 的确带来很多很棒的一些结果 所以要引导孩子进入到这一步 愿意踏进那个水草堂 然后身在其中去看到那个大自然的美丽 真的不简单 所以你就用了一种方式 可以让他们不是只是走马看花 只是知道那个水草堂的存在 你运用了相机这件事情 现在用的是单眼嘛 对 数位单眼 单眼一台不便宜 对 那时候比自己一个月薪水还多 你是因为喜欢摄影 所以自己去添购器材 跟要把这个器材交到孩子手上 应该距离还蛮远的 其实就是当然刚买的时候 新的东西想说那自己先拍嘛 拍的时候再给孩子 但自己拍够了再给孩子拍 可是当你发现你拿那相机到了学校的时候 孩子那个很期望 很盼望能够操作 能够使用他的那个眼神 那你就会忍不住 明明是希望一个月之后再给他 可能就买完之后就 他变成他比你还先拍了 你有暗自打算说老师先拍一拍 对 我本来心里想说 不那么新的时候再让孩子拍 我本来想说至少我得新的东西 我至少拍一个礼拜吧 可是后来发现他们的那个眼神 跟他们期望的那个态度 我就想说那就让他们拍吧 所以他们事实上比我先拍那台相机 你把相机交到孩子手上的时候 你会不会担心说轻一点 不要太用力 不要掉地板 其实当孩子很喜欢一个东西的时候 他就会去珍惜它 那当他知道这个东西 可以帮他拍很多很棒的作品的时候 他自然对他的态度是不一样的 那当然在之前我们要先教他 譬如说一定要先把那个背带 把他带在脖子上 那另外就是说不要奔跑 那当你这基本元素做到 希望他做到之后 那万一真的不小心掉到地上 那我们也认了 因为这本来就是 学习就会有风险 你希望给孩子机会的时候 当然相对会带来一些风险 那只要你愿意接受这样的风险 说真的 孩子可以透过他学到更多 更棒的东西 你事实上孩子就是随意去 用他们的眼睛 透过相机去记录瞬间 对 那孩子一开始拍的那个 回应是什么 其实相机对我来讲 跟对孩子来说 我希望它变成是它一个工具 那这个工具可以做什么 就是协助我们看到 它看的世界 到底是什么样的世界 所以我不会叫它构图 因为就像儿童画一样 如果你一开始灌输它太多的技巧 太多的构图的话 它可能在十几岁 五六岁 可能画出十几岁的样子 那十几岁的话 画到二十几岁 或拍到二十几岁的样子 说真的它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它终究会长大 所以我觉得摄影 对孩子来说 我觉得很重要的概念是 我们透过相机可以知道 六岁孩子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因为它拍 它就把它有兴趣的东西 跟它看的东西把它记录下来 所以我觉得 不要教它构图 一开始孩子不要教它构图 不要教它光圈快门 那会限制住它 那所以我的想法是 八岁孩子拍到八岁的样子 十二岁的孩子拍出十二岁的世界 那它这样的东西 我们大人就可以了解 原来他看到的世界是这个样子 而且这东西一旦错过之后 就没办法了 就像我们永远没办法再拍到 我们看到回忆 或者是拍出我们十二岁时候的 我们的世界 真的 你的教学里面 很大的成分 不是只是要孩子拍照而已 对 而是在尊重生命 尤其像你们在拍生态的时候 更是如此 你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些摄影 尤其像生态摄影这件事情 或者一些人文摄影 带给孩子什么样的教育 我觉得很重要的部分是 因为摄影太普遍了 大家都有相机手机 那你会发现一种状况就是 大家开始想拍什么就拍什么 你到观光区 你可能拍任何的人想拍就拍 那当地的人很 常常会受到 因为这样受到干扰 或者是这样生态 当鸟链在浴厨的时候 你太靠近它 或者你用闪光灯 用别种特殊的方式去拍它的时候 这样会干扰到它 那我们透过生态摄影跟摄影 来教导孩子 很简单就是尊重 你不期望别人对你怎么样 那你就不要对他怎么样 所以我们孩子在拍照的时候 很多东西 不是说为了拍到什么 而不择手段 而是说基本上 生态就是我们是记录生态 但是不要干扰到它 那我们拍人物也是一样 我们拍别人的时候 也是要尊重对方 而不是说用那种掠夺的心态 说我掠夺这个影像 然后变成我的 用这种心态 所以我觉得摄影教育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是 教导孩子尊重别人 尊重生命 尊重其他的生物 那透过摄影这样的方式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除了台北线以外的地方 我都没去过 谢老师带领的学生摄影团队中 很多都是来自弱势家庭的孩子 谢老师常带着他们去校外摄影 顺便吃吃喝喝 就像是旅行一样 拍一下这只大捷尾 他完全不怕我们 你看 离我那么近 否则我们那么靠近他的潮 他一定会攻击我们 因为他非常的凶 看一下 等一下 为了不增加孩子们家庭的负担 所有开销都由谢老师包办 最后还要一个一个 把他们安全地送回家 难怪有孩子说 跟老师去拍照 幸福的好像在做梦一样 那你也可以去跟你们 谢老师讲说 让他带你帮忙 在带孩子拍摄 或者是说不管是静态 或者是说动态影片的时候 很重要一点是 你在培养跟孩子的感情 不是只是叫他们拍 然后请他们去参加比赛 得奖 奖金回来 然后大家很有成就感而已 很多的时候 你是在这样的小群体当中 去营造一种家的感觉 其实我觉得因为 很多的孩子 他其实可能家境的关系 他没有机会出去走走 可能没有到过海边 没有坐过火车 没看过电影 那对于这样的孩子来讲 他很多时候 他会觉得自己比较弱势 或者比较自卑 那我们怎么样让他觉得 能够走出去呢 其实我采用的方式 就是带着他们 一群小朋友 我们一起去看海 一起去拍照 一起到处去玩 那透过玩的过程当中 很轻松的过程当中 他慢慢地就可以 把他的心打开来 而且对于很多孩子 他跟同学出去 其实是比较长出去 更快乐的 因为他可以跟朋友一起玩 那其实我的角色 其实就是当司机 我就是开车 或者带他们出去 或者带他们出去 所以说对我来讲 我也是从跟孩子相处当中 慢慢地去感受到 他们的快乐 那当然他们快乐 当然我同样地 可以感受到这样的感觉 可是很累吧 我曾经看到 有影片介绍你们 就是你得规划孩子 一整天的行程 带他们出去 然后还要注意东 注意西 再兼司机 然后再兼那种爸爸 带他们去吃饭 一天下来真的很辛苦 其实就是 其实我什么时候能够放松就是 当我把最后一个孩子 送回家之后 我才能够放松 因为他孩子出去 其实就是有风险 因为你自己愿意的 那孩子在过程当中 安全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总是在 把最后一个孩子 送回家之后 我心才能够完全放下来 那很多时候 送到家已经晚上了 那回到家之后 我又迫不及 再看他们的作品 把他们记忆卡里面的照片 把它找出来 然后一张一张这样看 那很多时候就是因为 可以发现孩子在那个过程当中 可以拍出很多很棒的作品 让你觉得很惊喜的作品 所以会让我愿意 就算再玩 我也会把所有的作品看完 甚至会迫不及待地 把它放到部落格上面 对 我们来看一下学生的作品 不得了 我们来看这第一张 这张就是老师的 书的封面的这一张 说真的 我看到这个封面的时候 我就决定要买这本书了 因为我觉得这一张拍得真的很好 后来我再翻到书里面 有一些的内容介绍 才知道这一张作品 拍这个的孩子 他第一次拿起相机 就可以 咔嚓 咔出这种照片来 对 那是他 我第一次带着那个班级 上摄影课的时候 我就把信交给他们 让他们出去拍 所以他是要第一次拿单眼相机 第一次上摄影课 然后第一次拍下的作品 对 他也觉得非常的高兴 因为那个是 同学刚好在我们学校有个钟楼 中间刚好有个缝 他们在那边玩的时候 他刚好在那个过程把它拍了下来 所以对孩子来讲 那次的作品的整个 对他来讲的那种震撼 跟后来他看到作品那种喜悦 也是让我非常难忘 这张也是得奖作品 对 这张是前年我们新北市摄影比赛的金牌奖 像这几张全部都是金牌奖 就是我们新北市办摄影比赛的时候 我们孩子的作品 去参加拿到国小组的金牌奖 那这个是他拍同学 正在观察生态 在记录生态的过程 那刚好这只 等于说蝴蝶的幼虫 儿类幼虫在这里的时候 他把它拍了下来 所以说那个部分是整个画面的 整个趣味 我觉得儿童摄影 跟大人的摄影比较不同 是很多时候儿童摄影 是强调那个孩子的特殊的眼光 才不管你水平不水平的 对 他高兴就好 对 他高兴就好 对 那这一张呢 我个人觉得这张很特别 拍这张的孩子 我看到他讲的是说 他也不知道拍摄 要有这种效果 对 因为那时我带他们到淡水 去拍照 那孩子 他就是拿着望远的镜头 就对着白鹿丝一直拍 特别是飞翔当中的白鹿丝 那那天刚好很巧的是 刚好那个黄昏 然后刚好水面 他就离水面很近 所以水面底下 有那个镜子那种感觉 反射到零 那这张是拿到那一年 他第一次参加摄影比赛 拿到铜牌奖 那他非常非常高兴 而且这张作品之后 他变成说他非常喜欢拍鸟 因为他发现鸟 拍鸟的时候 可以拍到很特殊的那种 很难得的记录 所以说他变成说 只要看到鸟 或是特这些相关的 一些动物生态的部分 他就很积极地去拍 对 而且后来这孩子也 得到我们那个学校 他毕业的时候 拿到我们的市长奖 就是才艺市长奖 全校才一格 所以他是透过摄影 就拿到这样的奖 我们接下来再来看 另外的一些学生作品 这一位就特别了 来 他 对吧 对 阿峰 对 阿峰 阿峰跟你的感情 特别特别的不一样 因为 是个怎么样的孩子 阿峰他是一个 很特别的孩子 就是 他在班上是属于那种 很活泼的 就是每天在那边 就是会干扰到老师上课的 那他也会很热情 去对同学做一些动作 可是同学可能会觉得 不喜欢 所以他在班上是属于那种 可能人缘不是很好 那他又很希望 得到别人认同 那他的功课上面也是 比较差的 所以说他在学校 基本上是 比较得不到认同的孩子 对 这个就是阿峰的作品 这一幅 对不对 对 那是他的作品 第一件得奖的作品 好 那阿峰在哪里呢 当然他拍的照片 他显然不会在这里 他人在这里 对 这是老师帮他拍的 这是我拍他的 那时候很特别 因为我们到三峡老街 然后带着一群孩子 带着我们摄影师孩子去摄影 那当然我在旁边要注意他们安全 所以我特别关注他们 那我就发现他很特别 就是拍一拍之后 他自己就躺下来 因为他觉得那个角度会 比较拍到他想要的 可是我发现我从来没有在他们面前 躺下来拍过 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举动 可是他竟然就知道说 那样的状况底下 他就需要躺下来 透过低角度拍出这样角度的这种作品 所以我那时候看到就觉得非常非常惊讶 对 所以说这是我从摄影当中 发现他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 他敢去尝试 而且很有自己的想法 而且证明了一点 他会为了他愿意做的那件事情 想尽办法去等到他 去拍到他 对 就是他一个优点 这个角度真的也很少有人能有 对 有人这样躺下来拍 对 这是很特别的 这个也是吗 对 那也是他 他就趴着在那边拍 他很能享受那种拍照的乐趣 对 他非常喜欢拍照 非常喜欢摄影 所以就要把相机给他 你会发现他完全就变成另外一个人了 那终于当然有了好的结果 他也得奖了 成绩相当的不错 对 然后呢 这件事情在这家族当中不得了了 需要版的来庆祝 因为我带他出去参加摄影比赛 结果他竟然就拿到了 第一次拿到奖 而且是拿到那个 我们整个权限的奖 然后他就跟他阿嬷讲 他阿嬷说他很厉害 因为他们家族没有人拿过奖 那个整个权限的奖状 就跟他说 阿峰 如果你再拿到奖了 阿嬷就版的请大家 结果那天他就很高兴来跟我讲说 老师 我阿嬷说要版的请你 那我说为什么 他就说 因为阿嬷说他难得拿到奖状 说如果再拿到的话就要请我 那当然我的态度是好 听听而已 因为我想说对我们来讲 拿到奖这样的事情 或许没有什么太特别 所以我就说好 那有版的你再跟老师讲 我就没有把这件事情 放在心上 不以为然就对了 没想到有一天真的 后来他再持续拿到奖之后 他说 他就打电话给我说 老师 我阿嬷说要版的 那时候我就吓了一跳说 什么 版的 真的吗 所以说那次的经验是很特别的 因为对我们来说那并不算什么 可是对孩子来讲 对家庭来讲 对阿嬷那么关心他的孩子来讲 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 所以阿嬷那天就请了五六桌 然后把亲朋好友 甚至请我们的里长 我们当地的里长 然后一起过来 还有请我们摄影师的小朋友 就我们一桌老师跟孩子 这一桌是特别给我们的 然后就邀请我们来 然后所有的主角就是他 然后所有的一切的 我们就是为了他来办 这次的那个办的 从你会发现从头到尾 他那个笑容 就是完全是非常非常高兴的 因为在那个时候 他会了解到 所有的人都是关注他的 那特别因为他的 他的背景比较特别 就是因为他的 他妈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离家了 所以他爸爸后来再娶 再娶是外籍的妈妈 那妈妈其实要照顾自己的孩子 所以相对的 他得到的关注就没那么多 然后爸爸又工作很忙 所以主要是靠着阿嬷在带着他 所以说他跟阿嬷的感情 是非常好的 那也是因为这样的环境 所以说造就他 比较期望得到别人的关注 所以会去刻意做一些事情 来引起人家的注意这样子 还有呢 刚刚我们来不及看到的一些 学生的作品 老师也通通都会把他们 制作成书签 对不对 对 这是我们利用孩子的作品 我们做成我们的生态相关的书签 那这书签可以帮我们 进行一些生态教育 比如说有来宾来或是有活动的时候 我们可以给来宾 或者说我们学校阅读 阅读教育的时候 他可能看了一百本书 我们就送他青蛙的书签一套 那可能看到一千本 我们就可以得到整套 那孩子因为很喜欢这东西 就会变成说他就会去 刻意去看书 或是去协助我们的一些 相关的一些阅读的教育 所以我觉得对我们来说 孩子也得到成就感 那对学校来说 我们也得到相对的一些人的关注 谢季黄老师得过非常多 优良教师的奖项肯定 2008年全国POWER教师奖 2009年教育部教学卓越金纸奖 以及2010年的师多奖 不过他还是常常提醒自己 要当一个用心的老师 永远保持教学的热情始终如一 带着更多孩子找到不一样的明天 我看到在书里面 其实你有提到 你在代班的时候 都会每一年给家长写一封信 对 你的那一段话 其实让我满感触满深的 说真的我们已经活到现在了 会偷想想 小学教我的那些 在我现在的生活当中 要找到他有留下什么痕迹 好像也没有 但它毕竟就是一个 你要经历的人生过程 那在这里其实你有一封信 是2010年的时候 你写给家长的 然后我念一下这段文字 你说现在学校能教的 在十年后都将落伍 就像我们现在所用的电脑软体 在两三年内就会落伍 现在所谓的科技新规 在十年前根本没有听过 这样的工作 所以让孩子具备适应未来世界的能力 是我所重视 而且会尽力去做的 因为这些基本能力不是给孩子鱼吃 也不是给他们钓竿 而是要他们创造出鱼场 因为现在的一世代 我们给他们的工具永远都不够 你写下这段话的心情是什么 其实是当我会回忆起我国小的时候老师教我的东西 那我现在可以用的是哪一些 还有因为随着自己学习的历程 你会发现硬体的改变跟软体的改变实在是太快了 现在特别这个时代 比如说iPad它的改变 以前没有这样的东西 可是它出来之后 改变了我们所有的阅读习惯 跟我们很多相关的一些 可能教育的模式 所以我就思考到 如果我现在教孩子这些东西 那十年之后它会用得到吗 或我跟他讲的很多的概念 他十年之后 这东西还能够协助他吗 所以我就会想到说 那我就要给他最新的东西 譬如说透过网路 透过数位的学习 让他接触最新的资讯 所以我可能会订一些商业周刊 或订一些相关的一些期刊 来增加自己的一个知识 然后相对的同时 也把这样的东西 放在我的教学当中 譬如说让孩子了解 现在最关注的是什么 然后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 因为我们现在学的 永远都跟不上未来的科技发展 所以关键在于他的学习的态度 让他有个开放的心 知道很多时候要靠自己去学习 很多时候你现在看到的东西 不代表就是真的 或是对的 或是以后都会这样 透过协助孩子去获得新的知识 透过带领他们去探索 去学习的过程当中 培养他一个能够自己成长 自己学习的能力 那这样才能够适应未来的社会 那当然这是我期望 在我教学当中跟孩子讲 那当然也希望家长能够了解的 对 我想家长他能够体会 他最直接就是看到 他自己的小孩子 从这件事情当中得到乐趣 有成就感这件事 你说情愿做个傻老师 对不对 是有人说你是傻吗 其实 我觉得做这些事情的人 绝对不会自己是很傻 绝对不觉得自己是傻的 所以表示你周围有人说 你傻傻的啊 其实就会觉得 有些人会认为说 你何必这么做 那其实他们不知道 我做这些事情 我得到的乐趣 跟我得到快乐 这是他们所不知道的 那当然透过这本书 就可以让大家知道说 原来有人在做这样的事情 原来这样的事情并不是傻 因为我也从当中 得到很多的快乐 特别是你看到这些孩子的成就 跟他后来的改变 你会觉得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有时候我们讲说热情跟傻劲 是就像双胞胎一样 那现在我们这一集节目当中 分享的就是 谢季黄老师的故事 当然更重要是说 希望藉由老师 对于教学的这份热情 也能够感染大家 其实这个社会 真的需要一点热血 就让大家能够过得更开心 然后让你的欢乐 或者是你的努力 能够分享给更多的人 今天非常谢谢老师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分享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